Hello,大家好 由于和一些画质相关的扩展冲突 3.6.3版本中提供了视频画质锁定功能 菜单中会有一个锁的图标 当设置画质时会自动锁定 而无需其他更多操作 在以前自动生成的字幕不会自动开启 现在可以自动锁定状态 始终保持开启或者关闭 字幕位置可以拖动 但是当刷新页面后将恢复默认位置 现在可以锁定位置 在上一个版本中实现了字幕文本复制功能 但是有时功能不可用 现在已经修复了这个问题 当清除浏览器缓存后 自动播放状态将被清除 现在可以自动锁定状态 始终保持开启或者关闭 随着YouTube的升级 菜单外观遭到的破坏 现在已经修复 在以往版本升级或者安装时 会弹出更新日志 那太凡人现在换成了更安静的方式 如果你还要移除注释 这不需要额外的兵码 只需要正确的设置即可 点击右上角头像 然后点击设置 找到播放和效果 然后去除勾形象 完成 感谢请 这么说 我们再开启 就算这一部分 就算转开启 到这部门 到电视时 可以 放电视频 转开启